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直看门道 我是安祖哥 中信兄弟羊头夏魔力 本季出赛一场后就因三报销 相对也积极找寻新羊头 最终在5月3号传来消息 全部签下过往有美职韩职经验的 Nick Kingham 金安 预计5月7号来台 本集就为各位介绍这位黄山军新羊头 金安 196公分 106公斤 来自美国德州 2010年选秀获得海盗队第四轮指名 在小联盟期间受到不少伤势困扰 像是2015年动了Tommy Jones手术 2017年纯讯弄伤脚踝等 经过小联盟8年的磨练 这位海盗队农场大物 终于在2018年4月29号登上大联盟舞台 当天先发主头面对红雀队 前面6.2局20上20下 没有任何上雷者 黑球方面 该场比赛以适逢数球为主 高达42%使用比例 球数最快来到94.3mm 而滑球是主要的武器变化球 该场使用高达34% 并制造了55%的挥空率 增长9K里面就有6K使用滑球 让对手回控三阵 控球表现也相当不错 98球当中72颗好球 豪坏球比例接近3比1 棋局上两出局 才被Paul de Young敲除安打破功 最终7局50分好投 拿下大联盟首胜 同时也是他生涯最精彩的表现 在两年大联盟期间 锦南主要的球种 除了速球系的四逢速球 二逢速球卡特球外 变化球种有滑球 弹子曲球变速球 四逢速球均速为92mmi 而四逢速球的伪劲品质不理想 下层幅度高于联盟平均 两季大联盟生涯速球的挥空率 低到只有13.5% 被打击率高达2成96 尤其面对左打者更是高达3成23 面对左打的整体表现不理想 跟他的球种配置有关 在四逢速球的伪劲球位不理想情形下 两季面对左打 四逢速球使用比例高达39% 另外变速球同样面对左打的效果也不理想 累计被打击率3成33 仔细研究适逢速球进雷点 以2019年数据为例 进雷位置在左打者好球带外脚腰带高度以上居多 这对于适逢速球缺乏视觉上升伪劲的金安来说 算是很致命的 反倒是压制效果比较好的滑球 弹子曲球使用比例偏少 其中滑球第二年更是只投了一球面对左打 此外就是金安的球职较轻 在两年大联盟的hr9来到2 今年在墨西哥联盟出赛一场 主投5局也挨了两轰 但特别的是他大联盟的生涯滚飞比为1.83 即便今年在韩国职棒 也是能有效制造滚力球 这对于即将效力的中信兄弟内野手备能力来说 将会带给他很大的帮助 2019年8月 因鞋腐肌受伤被蓝鸟队释出 于是隔年来到韩国职棒效力SK飞龙 只不过他痛痛人属性也带到韩国 2020年受到手手伤势影响 5月投完两场比赛后就受伤休养 但在休养期间 6月份在社群上po文与老婆度假 引发球迷不满 认为他是薪水小偷 随后遭到飞龙队解约 在7月底完成手术后 年底获得另一支韩职球队韩华英的合约 当时也受到不少质疑 但2021年金安交出十胜八败 防御率3.19 WHIP1.1的优质成绩 其中ERA Plus来到139 证明健康的金安 是能够投出好成绩的投手 但隔年2022年受到钱币伤势影响 因而被球队释出 因此本季来台加盟中信兄弟时 许多球迷都非常担心他 是否能够健康的投到球季结束 对于相对来说 就好比开普代一样 若能得到健康的金安 以过往的能力 应该能成为不错的轮值要角 在投球形态上 本频道分析认为 金安的形态上 与前相对仰投太敌类似 甚至算是Plus版本的太敌 首先就是两人的控球都非常的有益 BB9值分别为2.6 B1.7 A9值分别为8.2 A 两人同样适逢数球的伪劲不理想 金安在寒值期间 配球上开始降低适逢数球的使用比例 增加二逢数球跟其他变化球的使用量 而泰迪也同样是以滑球直插球为主要配球 适逢数球当作辅助配球的球中使用 破坏打者节奏 而金安比泰迪更具优势的地方在于经验 泰迪过往最高层级只有3A 除了中职外 没有其他亚洲打球经验 金安不但有两年大联盟吃力 来台前也有三年寒值经验 在亚洲打球对他来说不算陌生 另外金安近三年在寒值的滚飞比为1.24 而泰迪在中职生涯只有0.99 这方面金安来台打球时 若能继续发挥滚地球投手特质 就能吃到中性防守优异的红利 因此若金安的手臂健康前提下 有机会能够投出不错的成绩 接下来